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說我成故事 今天繼續跟大家說說廣東 一提起文涵 大家都可能會想起 充滿海味味的文涵東界和文涵世界 沒錯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說說 首位模範廣東文涵爵士 文涵在1803年9月7日 出生在英國根底郡的法筆寫武 文涵一家是英格蘭雅瑟士 歷史悠久的地方望族 靠奴隸貿易發職 文涵的父親也同樣從事出海貿易 是東印度公司的員工 文涵七歲的時候 因為他父親遇上了颱風實踪 而被判定成為遇險身亡 儘管文涵年幼喪婦 長大之後仍然選擇加入爸爸公司 即是東印度公司 文涵從政生涯開始在1818年 當時文涵被派到英國 位於印尼蘇門塔落的殖民地 擔任抄寫員 去到1823年被作聲 調到新加坡出任參政司助理 陰內曾經在1834到1835年 處任為結束的海峽殖民地總督 1836年11月 文涵專一部獲委任為海峽殖民地總督 當時年僅33歲 文涵因為擔任海峽殖民地總督 當地正通人和建立了一定的政績 加上具有管治華人的經驗 1848年被英國政府委任為第三任香港總督 在上任前英政府特別向文涵授予CB分涵 可見其受眾事程度都非常高 1848年3月21日 文涵抵達香港離身 總統時兼任英國駐華全權公司 英國駐華商務總監 和香港島海軍中將 文涵上任時 前任港督大維蕭雀士的施政 因為深受非議而黯然下台 所以在上任後 文涵為了稳回民心 公布了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他宣布取消前任總督 設立的不合理稅收 令華人不再霸視離附 然後為了吐好不滿的英雄 在1849年11月 邀請了15位非官首的太平紳士 表示打算委任其中兩人 入定例局做非官首議員 自此之後 歷年定例局內 將設置有非官首的議席 在處理華人事務方面 他准許華人領袖 負責解決發生在華人社區的民事糾紛 而對於法院出現對華人不公的審訊 他亦會運用總統特權加以介入 文涵在香港的政策 成功挽回民心 令政府重受影響、認席 和華籍居民的支持 這令到他的公職深受英廷的肯定 並且決定在1850年 向他授予KCB的分銜 即是成為了著事 撤銷了前任港督納下的種種苛水之後 政府的財政問題竟然變得更加嚴重 為了解決港府的財政問題 文涵曾經一度不知取薪金 而且還擱置了不少議員計劃好的大型工程 例如當時議定香港動靜衛公園 更加被無限期押後 去到1864年才重新建成 另外文涵陰內又削減了警隊的規模 合併政府職位 甚至將部分政府工作外判 以求大幅削減政府的開支 另一方面為了鼓勵土地買賣 以及增加土地拍賣的收入 文涵仿效在新加坡 在1849年3月3日 刊顯宣布香港地契有效期 將由原先的75年 大幅延長到98、99年 意味著土地擁有權的穩定性 將獲得大幅度的保障 同時間 政府又撤銷了拍賣土地所收的拍賣稅 但改為向拍賣商收取牌照稅 文涵的賣地政策除了得到商人歡迎 因為地契有效期的現場 大大提升了土地價值 同時更加助長了香港的土地買賣 高地價政策 自此為政府庫房 帶來了何觀的收益 在一系列開源折留政策開展下 港府的財政狀況得到大大改善了 1851年12月28日 雙環即是現在數行街一帶 發生大火 消費了房屋四百多座 造成了三十多人死亡 並且留下了一大堆雅力 很多人本來對雅力的處理都甚感苦惱 但文涵想到將雅力堆到附近的岸邊 填海造地 既可以增加土地供應 又可以輕易處理雅力 一句兩得 1852年 文涵填海計劃正式展開 思維香港第一個正式的填海工程 計劃令到維多利亞港 上環和中環西部一帶 開闢了不少土地 自此之後 港府接觸對維港進行了大大小小不同的填海計劃 文涵方面 文涵陰內在1848年11月 建成了香港第一所公立醫院 但大致上來說 當時香港的醫療設備 和衛生環境都是非常惡劣的 而且疫病更加經常在香港肆虐 外防方面 文涵陰內 香港的海盜活動非常猖獗 旅遊沿海居民和雙船與劫 當中以徐亞寶 和赤柱皇馬國人士十五仔 的兩股海盜最為活躍 在1849年 文涵派令派海軍聯同清定水師遮渡 令到祥亞寶一方受到重創 結果要敗逃 英軍同年又激活了十五仔的勢力 最終向蜻蜓透盛 所以在文涵陰期中 聚賽香港雖然是海盜遺患 但經過他大舉掃蕩之後 香港水域的海盜問題 在他陰內終於得到了大幅度的改變了 文涵在任廣督期間 由於聖劍全權公司和商務總監 所以經常都不在香港 文涵不在香港的時候 香港事務就由香港副總督所負責 為了加許文涵對大英帝國的服務 在1852年11月27日 獲得維多利亞女王 進封為松南章 封號為威爾特郡 馬武斯伯利的文涵松南章 文涵在歷史上獲得良好的評價 文涵為人公正、鄧侯、大方隨和 以及富有互利的著稱 這令到他深受殖民地 英籍居民的外帶 而他往往有考慮到英商的利益 亦都令到他不像香港首任總督 布甸大爵士和次任廣督大爵士 遭受到英方杯葛 以及向倫敦告怨撞 在他治下 不論是海峽殖民地還是香港 局勢都相對平靜 殖民地各方面平穩發展 而事任外相亦都曾經讚揚 文涵擁有實事求知識 去將殖民地治理好 著名的香港史專家安德國 亦都曾經評價 認為文涵具有親和力 思想細物以及明白有甚麼 最好就不要管了 本身亦都沒有刻意去顯露自我 或者表現自己的領導才能 他種種的處事作風 在香港開浮以來首位模範港督 文涵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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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涵會議